所以通常我都會心不定或什麼的時候這個是時時刻刻提醒我啊 因為我們的那個探念也好 雜亂的事情也好 反心的事情也好 憂國憂民政治什麼的 台灣太多訊息 所以就是心靜不下來 所以心靜不下來的時候我會念一下這個東西 時時刻刻提醒 所以我們就是祈禱也好 念經也好 不是為了什麼 時時刻刻提醒 終止我們的壞的思維 壞的習性 壞的言語 深口意 這個意思啊 不要念經以為要得到什麼 不是 就是時時刻刻定你的心 心平定下來 所以這個是我一直不斷地在做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念之前會還要頂三個禮 上次問我說 你頂禮是什麼 頂禮不是頂我 頂這個椅子 意思是說我坐在這個上面的時候 不要起那個傲慢心 所以一定要燃起一個 我自己要求自己就是燃起一個慈悲心 就是說真正我講的 大家能體悟到 而且大家能用到 這個慈悲心的概念是這個意思啊 如果我講健康也好 我出書也好 我在YouTube的所有講的是 我沒有把它當成是知識 知識學問那個一大堆啊 然後很多人就跟我說 你講的真的沒有錯 聽那一聲呢 因為我都是這邊拍的都是會放在YouTube上面 然後覺得 他聽了覺得心裡很舒服 真的要這樣子 然後他就不要生氣 或什麼 馬上過了一陣子 又回到就是原地踏步 我就說其實修心是最難最難的一件事情 不是容易的事情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也知道啊 這些道理都我知道 我很多事情做不到啊 雖然我跟你們講 不要生氣 什麼什麼 我自己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當然就是說 不做永遠就是只是一個口號 只是一個知識而已 做了有用 就會你的思維 你很多事情行為都是慢慢在改變 而且進步很慢 跟一般的像我們做瑜伽 教練啊什麼 那個不一樣 最難最難的還是處理這個心啊 所以今天的我們的 topic 是講什麼 不生病的方法 對不對 大家都像 要做運動啊 吃健康的東西啊 吃有機的啊 然後吃這個保健食品 做那個 其實大家都 個個都是變成專家 然後眼睛不好 要吃椰黃素啊 骨頭不好 要補蓋啊 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就是一大堆都有 對不對 然後最後 不知道要補什麼 因為太多東西了 然後補來補去就不用吃東西 就吃保健食品就好了 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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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的 就變成這樣子 懂嗎 專家太多 但就是真正的問題 現在慢慢 國外都慢慢 理清楚一件事情了 真正所有疾病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都跟這邊有關係 心理 所以我常常講 就是常常講 一直在提醒別人 外面的塑化劑 毒素是很毒 沒有錯 中金屬那些都很毒 環境也很毒 菸也很毒 但心毒是最毒的 沒有比這個毒啊 所以現在就是去年疫情的關係 國外做研究很大的研究 那種心理的孤單感 孤獨感 是一種病 那只要有那個病的時候 他是等同一天抽十五根的菸的 毒的 比那個還要毒 所以心理的毒素是確定是對健康所有東西都有關 就算我們常常講 比如說 如果你有高血量 你有糖尿病 如果你開心 快樂 就是人比較樂觀 這些幾乎很多都會自己會好 我們一直不抓著他講 我們最大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健康忽略掉這個靈魂這個心理這一塊 然後慢慢現在 國外也是回歸到這樣的 因為現在你看國外 像 Stanford University 或是耶路大學 那些都在開始在講 心理的那個意念的力量 只要我們意念正的 意念是好的 意念是帶著感應的時候 你的免疫細胞是很快速的啟動 活化所有的免疫細胞 真的是這樣子 這是科學家驗證的 所以我常常講 你要真正要健康 這裡面要處理好 我們這輩子就是意思是說 你不要每天到晚都處理一些吃末節的東西 你樹根都沒有好好弄好以後 葉子垢一下 然後這樣子弄一下 然後這樣這樣 結果都哭掉 根就是心了 然後這個心為什麼會重要 因為你想改變 很多事情我們都很多想改變 改變不了 因為這個瘋子一樣帶著你 亂七八糟的 有沒有這種感覺啊 有時候覺得 哦 講的 對對對對對 回去做一下 不申請 那又好像又一個膜就帶著你 就這樣子 然後說 哦 回去不能看手機 眼睛不好 然後就是會變成痴呆 對對對 哦 回去又一個膜就說 忍不住 手都開始揚 哦 是不是有訊息 又要拿起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永遠就是一個膜在旁邊在捉弄我們 然後我們自己以為就是人就很厲害 我可以 比方說企業家也好 可以管幾百個幾千個員工 然後就錢也賺了很多 然後就說什麼 但我們最無知到什麼程度知道嗎 然後夫妻也是一樣 我可以管老公 管小孩 管什麼什麼 反正就是能多偉大就多偉大去管 但我們最無知的是連這邊都管不住 然後每天到晚都想管別的 所以一輩子都是蠻症這樣子 我們認真的心靜下來 好好去管理過這個嗎 我上次很多人問說 你不生病的方法就是唯一一個簡單 就是不要生氣 就不會生病 做不到嘛 怎麼可能呢 很多人說 我算是怎麼可能啊 我以為是聖人生氣 就是我不想生氣 但就是他惹我 我不想生氣 我媽怎樣怎樣 我不想生氣 小孩子不聽話 我不想生氣 老公一天到晚不回家 那我就跟他們說要拜託 如果永遠是這樣的思維 不會有一天心平氣和的時候 你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你老公對你怎麼樣 你小孩子會怎麼樣 或是你的同事對你怎麼樣 你身邊任何發生的事情 我們百分之百沒辦法掌控 這是確定的喔 你能力好一點 智慧好一點 錢多一點 權力多一點 可能掌控個百分之五六十 還有百分之四十失守的時候 我一直不斷地講 就是真正不生氣 才會不生病 不生病 就是意思說 不生氣的方法是處理這裡 不是處理external 要當主角 把這個 你每天到晚都在虐待你的這個瘋子 把它振住 所以在佛教講的很多 像入菩薩行裡面 別的湯稱之都沒有講 只是講忍辱很重要 第六批 為什麼 它會創造更多更多更多 更多不需要的東西來 生氣會產生很多東西 你一生氣的時候 有可能突然會動風 有可能突然會經濟改善 有可能就是很多自由氣會產生 就癌化 它的附加價值 然後對怨氣 怨氣甚至是睡不著 睡不著是什麼樣 社會怎麼這樣子 這個黨怎麼樣子 那個人怎樣子 然後越來越不睡 越來不睡的是 你心裡永遠不會有一個peace 就是沒有一個太平 怨氣越來越多 不管你身家好也好 家庭好也好 任何東西 你就會永遠不會快樂 沒有快樂怎麼會有健康呢 這是一個邏輯啊 所以我常常講就是 健康在自己的手裡 不是在醫生手裡 不要以為我跟你講 就是我路上醫生好像我給你健康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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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手裡 這是我這幾年一直在演講 覺悟到的事情 以前以為我可以救人 哇醫生 當來醫生以後 我可以很多疾病 我可以處理 那只是一個幫你協助而已 所以就是健康的東西 還是要靠自己 靠自己最主要最主要 你的情緒處理好 你內心的這個世界處理好 如果你就是一直不斷的在聽我這個演講的時候 就是我不斷的在講這一件事情 就說如果你活個明白 就算你活十年二十年 或是剩下餘命多少 不要去管 這個就可能老天已經設計好了 你活多少 誰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們覺得我還會活很久 因為那個是五隻的那種 談也懂嗎 誰都不知道活多久 五場誰時都會可以來 但就是你不要去管 你活著就算現在活一分鐘也好 兩分鐘也好 能不能靜下心來好好處理一下 有一個非常平靜的心 每天練習 那不需要花錢 不是這個是有錢的專利 或是沒錢的 沒辦法做這個 這是我們個人的事情 personal private 個人的事情 大家都有很多聽過佛法吧 聽聽聽聽聽 然後最後變成知識知道嗎 知識是沒有用的 未來那個機器人 比我們師父還可能更厲害 他會講的 按照你的研究 他可以把心經佛經還有管論 什麼都把你講得很好 甚至你問問題 他什麼都可以打得出來 知識是不需要的 上次我也跟 就是我們有些醫生講的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不要看太多的書 為什麼知道 笨豆的訊息 然後這個也是好像真的 那個也是真的 然後最後搞不清楚 看了忘了 看了忘了 那白麻一場不是麻 最後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混濁 假的都是以為是真的 所以我跟很多人說 說我很少看書 我教育好任何東西 但就是說我最擅長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最最自豪的 就是每天到晚在思考 你在打坐打坐 我跟很多人說 meditation最好的打坐 就是由己思考 所以我會講的這些健康心理的東西 也是我思考出來的 我不是哪一個教科書拿起來 然後做PPT給你大家講 今天我在這來的時候 先頂完理由 看大家的臉色 我吐出什麼東西 我邏輯 我這大腦裡面有什麼 就講 我現在就是去哪裡演講都是 我不用不做PPT 意思是說我這大腦裡面邏輯思考 然後我自己可以說服自己的 我才會跟大家講 所以像不生氣那個邏輯 非常非常清楚 然後心理這種健康的東西也是一樣 所以就是意思是說 我們在佛教裡面講的戒定會 都是在講這個 你只要抓住這三個東西 定的意思是說思考的意思 這個不是佛學 你一定要成佛 不是這個意思 戒定會是說我們daily life 每天生活就是 你只要抓住這三個 你的人生就會輕鬆 你要賺錢就可以賺錢 你要變成家恆河的地方 你要度老公也可以用這種方法度 度老婆也用這種方法 度小孩也用這種方法 就是這個三個非常有智慧的三個方法 什麼意思啊 就是非常簡單 戒的意思是說我們處理這個瘋子 不要亂七八糟 給他定規矩 戒的意思是定規矩的意思 特別是這個分詞 然後就是說 比如說你身體 身體也定規矩 每天到晚這個二藍腿這樣 會歪掉 記住定規矩做證 每天到晚罵人 定規矩 不要亂罵人 對你自己不好 對別人不好 戒的意思是這個意思啊 痰藥病 不要亂吃痰 要運動 血壓高 不要氣 不要生氣 不要吃太多鹹的 戒的意思是這樣子 你只要規矩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的功力就來了 就是定住 你的心就不會那麼飄 不會這個瘋子 把你每天到晚都帶著亂七八糟 不知道他是老闆 還是你是老闆 都搞不清楚 我們常常發脾氣 就是我們都是情緒的奴隶啊 發脾氣就是情緒的奴隶啊 因為不聽死話 沒有人天生是想生氣的 沒有人天生是想罵的 但就是你的心目 帶著你做這件事情 不是別人 你不要說 這個是因為我生氣 他怎樣怎樣 這個不要去管 這個是永遠處理不了 因為他是他人的業 你自己的業 是你控制不住你這個情緒 很多人說emotion 不要生氣是忍耐 然後就說 不要怨氣是怎樣躲起來什麼什麼 不要處理果 要處理因 因是什麼 思維改變 所以定就是在思維改變 真正打動是定 每天到晚都邏輯思考 我為什麼要健康 我為什麼不要生氣 我不生氣的原因是什麼 有什麼方法 你邏輯思考思考以後 通了以後 你就會誤導 哦覺知 然後覺知了以後 然後正經去執行 有時候瘋的時候 趕快阻止你自己的行為 深口意的行為 然後這樣慢慢戒掉我們的壞的習性 思維壞的習性 亂七八糟 貪念什麼什麼什麼 亂七八糟的所有的念 佛教講的所有的唐秤次的念頭 就是一個念 念是用界定 邏輯思考來開始這樣 我不能有這樣的討厭這個人 恨這個人 然後分別心 一大堆 stop就定下來 就開始覺悟以後 覺醒 以後就開始去執行這一塊 然後這樣的時候 最後練習練習 meditation 就是打坐的意思說 定下來修煉的意思 practice的意思 意思是思維 我們的思維變成正思維 正的想法 行為也變成正的行為 我們找到正的輪迴 就是positive cycle 人生的巡迴就是這樣子的 輪迴不是一定要下地獄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的思維找到善的循環 善的思維 善的行為 其實所有的宇宙的原則 就是比方說 我一年五十二週 然後二十個節氣 二十個小時 它都是一個循環 知道嗎 知道嗎 宇宙的原則 人生也是一樣 你的 你到哪一個 哪一個年齡 就肯定是巔峰 然後下去 人生就是這個一個循環 不然也是一樣 五十幾歲更年起 更年起以後就老化很快 然後到七十以後 就老化越來越快 走下坡 到二十五歲是一個頂峰 人生就是一個循環 連那個股票跟經濟 所有都是一個循環 有些人在那個房市 賺到錢也是一個循環 你找到那個循環的時候 你就這輩子財富 就一次就轉勾 一年也是一樣 養生也是養生的循環 比方說二十四小時 我們的養生的方法 養肝的時間是十一點到什麼什麼 然後早上要養什麼 冬天要養什麼 古代非常兩千多年的老智慧 所以你自己試試你自己的人生 你可以你自己回顧 你比方說你現在四十歲五歲 你自己回顧一下 你就可能會找到你的那個循環 然後我們要找到善的循環 善的循環是怎麼找 就是從善的思維 善的行為 善的語言 這樣子每天練習 這樣的時候 宇宙是按照你的原則在弄 你的人生完全會不一樣 因為你的思維改變 你的行為就跟著改變 你的行為改變以後 你的宇宙就是變成像天堂一樣 這是我們思維所做的事情 你的宇宙 所以我在講這個宇宙是每個人都是宇宙 我在講的個人造的業 個人自己承擔的意思 也是一樣的概念 並比方說 好了就是你我宇宙不一樣 你的宇宙中心是你 你的宇宙中心是你 所以讓我們同一個空間 因為你的思維跟你的想法 跟你這邊吸的空氣 你的感覺我的感覺完全會不一樣 然後你看到 比方說我們看同樣的人 你看到他跟我看到他的 完全是不一樣 就算我講話 你聽到跟他聽到的每個人的感覺不一樣 所以意思是說 為什麼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宇宙動作 那就是說你這個宇宙怎麼讓我 是經過你的思維 也可以說是你的業力跟想法 你可以想法 就是說這個樹好漂亮很綠 這個樹可能快乾枯了 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 所以意思是說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就是你不要說 你要誰誰誰 你要做什麼什麼的 你一定要知道 你就是這輩子的宇宙的中心 好好當自己的主人 所以西藏那個 就是釋迦牟尼佛的 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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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你 意思是說 你是你的雇主 你是你的老師 你也是你的敵人 所以你要做選擇 你要當自己的主人 還是當自己的敵人 敵人我們就是心魔 堪稱吃的欲望 仇恨分別性 一大堆事情 每天連睡都睡不好 所以在作怪 自己這邊的心魔 然後就心魔太大的時候 好像我們包裝得很偉大 是不是要打仗了 是不是世界要去滅絕了 什麼什麼什麼 你自己這邊都沒有處理好 但還想著什麼什麼 所有的好像多偉大的事情 他每天到晚都點評 罵人都是什麼什麼什麼 甚至有些躺到政治的時候 有心優敏製造麻煩 你知道嗎 所以人沒有這麼偉大 我以前也有覺得 當了一個醫生 哇多厲害 我可以救人 然後就說 就輔助眾生 學一些佛法 後來想一想 沒有這麼偉大 您自己救自己算不錯了 我現在自己也救不了自己 很多惡邪 很多壞的思維 馬上會跑出來 對啊 哪有那麼容易 最難處理就是這個 不是外面的妖魔鬼怪 不是老公不是小孩不是政治人物 任何人都不是 真正的心目 真正要處理的是在這裡 如果你在這裡處理好天下太平 你就是永遠活在天堂的概念 因為你的宇宙是女士中心 你的宇宙是按照你的心在論 這個思維一定要有這樣的思維 所以就是宇宙是為你而活 你身邊所有發生的事情是為你 你是宇宙的中心 一定要有這個思維 所以目前還沒有當到這個角色對不對 永遠變成是配角 你的情緒就是你的主角 你的貪稱痴就變成你的主角 你永遠都是配角 然後在那瘋子一樣被這些耍 情緒耍你 恨耍你 愛耍你 貪念耍你 當不得安你 到一定程度連睡都不好睡 大家靜下心來認真想一想 這輩子哪一天是你真的是做過一個主 自己的主人 你所有的這種貪念 貪稱痴情緒 真的做一個主人 聽你的 你的身體 你的口語 你的看的方法 你所有的思維的方法 哪一秒是聽你的 有沒有 然後都是外面的問題 你自己沒有一點問題都沒有了 沒有問題怎麼會有煩惱呢 所以我們這輩子大家都在忙著 生活賺錢 家庭 朋友 名氣 每天都到忙著 就忽略到這裡 其實真正主宰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講就是說 如果你真正處理好這個主宰的時候 宇宙是跟著你賺的 你的世界就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講就是說我們的心理就像光明 原始是一個透明的 後來就是他們真是把他誤住去看不清楚的意思 我們這輩子大部分都是自己折磨自己而已 所以一定要一定要就是現在還有 我們在呼吸在活著的時候 一定要當一次自己的主人 先把這個處理好 天下就太平 你就要健康就有健康 你要有財富就有財富 你要什麼 要親情就有親情 要什麼就有什麼 成佛的概念是這裡 因為他處理好這裡 所以就是真正我們就是要心理平靜 就是要處理這個 所以不生病的最主要最主要還是要處理心理 inner世界 要有個喜悅 就總有你 自己知道 去想看不給你 跟人家 想要想抓 小真的 感谢观看